主料,奶油奶酪150克,牛奶90克,黄油15克,迪金面粉24克,鸡蛋3个,面白糖55克,盐0.4克,玉米淀粉17克,辅量,蛋奶油2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将乳酪,黄油,牛奶,蛋奶放在一起,隔水加热,融化乳酪和黄油, 制乳酪完全融化,无颗粒,玉米淀粉和面粉过筛,加入融化好的乳酪中,拌匀,乳酪温度在60到65度,蛋清,蛋黄分开备用,然后加入蛋黄拌匀,将拌匀的面糊过筛,然后放入温水中回温,备用,保持在35到40度,蛋清,盐,砂糖,放在盆中, 搅拌至如土锁式,蛋清的打发程度,不易狠发,中性发泡即可,然后捞出三分之一的蛋白,放入温度,在35到40度的面糊中,用光板烧下拌匀,然后倒入剩下的蛋白中,搅拌均匀,模具垫上烘焙油纸,然后专入模具八分满,隔水烘烘,烘烘温度上火180度, 下火160度,时间15到20分钟,使蛋糕表面上踩,然后用上火160度,下火160度,烤20到25分钟左右,用来先试一下,熟了即可,烹饪技巧,一属烙蛋糕的鸡蛋选择,一定要选择担心有粘稠状,不散黄的鸡蛋,二属烙蛋糕的面糊温度,尤其重要,直接影响蛋糕的消泡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